嗨 各位好 再來我來分享這個老爺 無論是什麼品種的老爺 我就直接稱呼老爺就好了 對啊 因為我懶老爺 目前 都沒有的 都沒有的 蛤 這個是我簡單的那個飼養環境吼 那我會放樹枝的原因吼 因為是 其實樹啊 他們本身就很喜歡攀爬 無論是黏在峭壁上面 樹枝上面 各種他們可以攀爬 其實他們都還蠻喜歡的 還有 葉子啊 還有或者是 像有的國外的或者是 我們現在目前 群組裡面的蛙友不是 也會用一些蛙盆黏在上面吼 讓他們休息 其實他們都很喜歡 對啊 總比 總比這樣子 然後放過來給各位看 總比它這樣黏住吼 它要花很多的力氣 黏著 低吸引力 反而在樹枝上面 他們這樣子可以休息 昨天這邊我也是放了幾百隻 也都吃光了 我剛剛有做在做整理 這樣子也是我的那個簡單的整理方式 那我跟各位說一下吼 樹啊 其實下面吼 只要用一點點水 或者是 你要鋪個 燦金紙 石紙巾 反正就是沒有酒精的那一種 都沒有什麼 化學成分的 你可以鋪著 到時候有髒拿起來也非常好整理 但是不是拿起來 你就換新的就好 你還是得用水再整理一下 你的環境 整個都還是得清 所以吼 我是建議 兩天內或三天吼 你就得換一次 因為他們需要水的時候 直接會來 那好 重點來了 水盆吼 你那個水位啊 不用太高 只要他們能泡得到的 就好了 不然你弄太高 他們有的 因為樹蛙不會游泳 他們會淹死 OK 這個給各位參考 那有的如果 體型啊 尤其是跟老爺一起飼養 你那個體型如果差距太大的話 老爺是 欸 他能吞的就 往嘴巴裡面塞了 他不會跟你客氣的 好不好 好 再來就是 我分享那個墨飼 這個是老爺 黃老爺啊 墨飼 墨飼它最大隻 就大概在 五公分左右而已 你看還有一隻瘦不拉雞的 不吃啊 沒辦法 有的話 他不想吃一定也沒辦法 有的就胖啊 有的你看 很胖有沒有 哈哈 我也是用簡單的這種環境啊 這剛剛也是整理過了 通常我就是 你看這個飼養的像 它剛好有一個弧度 它下面這邊有水 所以 這樣子剛剛好 做一個他們可以上岸的動作 墨飼最大隻大概就在五公分左右而已 對 這個都是我的一個簡單的飼養環境啊 所以各位如果有用一些半生態鋼的啊 或者是用生態鋼的 我覺得 那個都是更適合 我只能說 那個是更適合 挖要居住的環境 無論是你有用葉子啊 比較專業的那種飼養箱啊 那個才是正確的 我要跟各位講 那是才是正確的 那是因為 這個是我因為我方便好整理 不然其實我也有 因為我挖的種比較多 品種啊 我沒有辦法讓它們一起養 我要照顧的話 一次整理也比較方便 因為我的挖口的量比較多 OK 以上就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樹 其實樹啊 我沒有到非常了解 因為我接觸到現在 它六七個月左右而已 好 謝謝